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土星再继续介绍 然后土星的环其实是在我们地球上 可以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这个环很明显的 可是很好玩 当然第一次谁看到它 当然就是那个茄莉悦 他把望远镜对向土星看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是有把它画出来 他画出来的 当时他的望远镜当然没有那么好 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清晰 所以他当时把这个土星有点画成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画这样 他说这个行星很特别 有张耳朵 然后当然其实这个茄莉悦 他的好奇星很多 他不只只有土星觉得好玩 他当然就开始看其他 等到很多东西都看过了之后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再去回头看它 耳朵不见了 他这么科学的人 他发觉这个土星的耳朵不见了 居然他认定 他认为老天爷在跟他开玩笑 从此不敢再看土星 你看这么科学的人 居然也会这样子 他的原理是什么样子 假设这个是环状 就是它的外围的环 你一个星球在中间 这个环的外围 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可是这个环 它有时候这样慢慢 跟各位视线平行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看到一条线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太阳光 像电灯太阳光照过来的时候 我如果正好跟太阳光 侧面跟它切齐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一面上面 跟这一面上面都不会照到太阳光 我们也会看不到那个环 所以就这么这么凑巧 在切利略第二次看这个土星的时候 正好就是那个环 那个环的这个侧面 正好对向地球 还是直接对向了太阳 以至于太阳的光 直接只能照到他的侧面边缘 却照不到他侧面的两个面 以至于切利略看不到他的环 就以为老天爷在跟他开玩笑 从此不敢再看土星 居然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土星真的 它的环每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它的它的侧面方向 面对我们的方向是不太 往往因为它倾斜角度的关系 像我们地球自转也是倾斜23.5度 对不对 那我的倾斜走假设朝这里 你看到就是好像我的整个的 那个整个球的这一面 可是如果今天我稍微这样 倾斜朝这里的时候 你们看到是我比较偏北半球的东西 因为地球在怎么转 我地球是这样转啊 你看到我这边的是比较偏地球的北半球 但是如果这个自转轴 倾向转这边了 它这样转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球比较偏南半球的部分 那种原理也是一样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你可以想象 假设它有个自转轴 如果它今天再稍微自转轴朝这边 它这样转 你的环看到就是可能是侧面一个这样斜的环而已 一条线 这样理解意思吧 所以各位可以去议会一下 好那土星呢 当然土星的卫星刚才有说 也差不多70颗上下了 但是它最有名的两颗 也就是科学家可能对它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叫土卫二 土卫二不是它真正的名字 就是说卫星里面 土星卫星里面的第二颗叫土卫二 叫做Enceladus 这个有点难念 Enceladus 我翻成中文叫Enceladus 这颗 这颗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它的表面很好玩 它表面会有喷泉 而且是固定时间 就喷一个喷泉出来 有点跟那个美国的 那个什么老宗石喷泉的那种感觉 固定时间就喷出来 它喷出来是喷什么东西 它居然喷出来是水冰 水冰 科学家只要知道外星球有水冰 有水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有可能可以有生命生存 而且它喷出来水冰之后 那到宇宙当中就结冰了 结冰的话 它就会因为土星的引力 而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这个 拉到这个 它的盘面来了 它这个盘面 各位不要以为是很平滑 就像一个跑道一样平面 不是 当如果有卫星能够更接近的 到它那边拍摄的时候 你才发觉 它其实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乖乖的排在那个位置上头 大大小小的石块 冰块排在这 只是我们站得太远了 所以觉得 它感觉是一个大平面的感觉 一个大平面跑道的感觉 但是又好玩的是 虽然大家整整齐排到这个 却可以看到有这些缝隙 不要忘记 我们有在录影 两位同学 我们在录影 你们距离录影很近 你们讲话会录进去 OK 好 好 来 这个 它们虽然铺平的铺在这个地方 但是却很好玩 却有个缝 而且不是只有一条缝 它中间还有好几条缝 这个缝 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 就感觉它是一个平面而已 就是有一个盘面 一个环状的盘面而已 但是后来有一个科学家 先发现它了 这个科学家 后来我们发射一个卫星 去探测土星的时候 这个卫星就用它的名字做秘密 叫卡西尼 卡西尼这个科学家 它发觉土星的环当中居然有缝 这很特别 而且很奇怪 你会觉得缝有什么好稀奇的 只是很好玩的是 木星会吸引了这些很奇怪的这些石头冰 然后过来之后它形成的是一个大盘面 可是大盘面却有很规则的缝 一条缝 就是缝在缝的中间有几个 所以我们称为缝 在它该要的这个盘面上慢慢的移动 好特别 但是现在问题是 这个木卫二它喷出来的水灵 有少部分会被吸到这个上面去 所以这个土卫二是科学家有兴趣的 另外一个叫做土卫六 泰坦 我们都知道铁达 我们在台湾讲铁达尼号 大陆好像是称它叫做泰坦尼克号 泰坦 泰坦 铁达尼号的意思是什么 它是说这个船相当巨大 那泰坦的意思 当然它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 就是一个大巨人 那个巨人 巨人族的那种意思 所以它也说它很大 可是它的所有卫星里面 它只能算第三大 刚才第一大的就是那个 木星的卫星第三颗 我们叫木卫三 叫做 Ganymed 然后第二大的是 木卫四 木星卫星的第四颗 叫做Kalisto 那这个才是第三大 叫Titan 虽然它 这个就算是第三大 它也比水星还大 可是你要记住了 水星第一个科学家认为 它已经比较小了 所以它没有磁场 应该没有磁场 可是太空船飞到水星附近 还感受到一些微量的磁场 又很奇怪 又有点让科学家跌破眼镜 但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像水星那样的大小 像刚才我讲的 就算是Ganymed 或Kalisto 这两颗比较大的卫星 也是一样 表面是没有大气层的 为什么没有大气层 因为它不够大 它的引力抓不住外围的大气 所以一般来说 这些卫星都那么小颗 应该是没有大气层的 结果没想到太阳系的所有卫星里头 就它最特殊 它不是最大 第三大 居然有大气层 这上面看到的是它的大气层 居然它的重力可以抓得住大气层 但是它的大气层很特别 大气层的成分 不是像我们的氧 二氧化碳 不是这些东西 它的成分叫做甲丸 其实就 它的念法要叫甲丸 但是我习惯念甲丸 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喜欢念甲丸 化学式叫做CH4 碳跟氢 组合成的东西 甲丸 OK 可是自然界一般来讲 甲丸不太在自然界存在 但是我们地球上有甲丸 你知道这甲丸成分从哪里来吗 生物的排气 我们的放屁里面就有甲丸的成分 OK 所以科学家就因为这一点 也是一样 他认为说 只要我们侦测到哪一颗星球上 有甲丸的成分 有可能那个星球上 说不定有生物 因为说不定它的排气也是甲丸 可以吗 所以科学家都想尽各种可能 想要看看我们地球以外的其他地方 有没有可能有外星生物在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本来只看到它的外观 结果这个卡西尼太空船飞过去的时候 它上面搭载了另外一个小的船 也是对土星的研究很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 用它来做命名的 那一个小船叫做惠根斯 惠根斯 这个科学家惠根斯 然后它飞到这个土卫六太坦上面的时候 那个小的子船 那个小船就放下去 它就慢慢的降落 然后降落的同时就一边拍摄 然后拍摄完 传给这个母船 叫做卡西尼 然后卡西尼再传备给地球 结果发觉 哇 哇 进入它大气层之后 一路这样子下降的时候 一边拍的时候 发觉太坦不是只有大气层而已 它的它这个大气层包覆底下 也有山也有河流 而这个河流的成分也是甲烷 它整个星球几乎是甲烷的成分 就是那个外围大气层跟外围流动的水 都是甲烷的成分 但是也有山 好像也可以类似看那种夕阳的那种感觉的 居然里面是这样的情况耶 所以科学家也对它觉得有意思 为什么有意思呢 它不适合人生存啊 人又不能靠甲烷甲烷生活一下 但是就有可能如果哪一种生物 它是适合生活在甲烷当中的 那它就可能生存在这 各位不要想像认为所有的生物 一定都是我们人类所想像的一样 各位都知道 那个科学家后来也有测试到说 有一些海底火山周围 那个海底火山周围的那个热啊 也是很烫的 居然还有生物可以生存 所以很难说 很难说 好 来 那接下来下一个天王星 Uranus 天王星上次就跟各位讲过了 好 这个Uranus 不是罗马神话的名字 八大行星里面 其实如果就算以前 就算加入九大行星 当然地球不算的话 所有的名字都是罗马神话的名字 唯独它是希腊神话的名字 那请问它是谁 Uranus是谁 那乌拉末是谁 那乌拉末是谁 宙斯的祖父 宙斯的祖父 答对了 他是宙斯的祖父 Uranus 但是很好玩喔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这颗星的 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人发现这颗星 而一直到了1781年 被英国的一个乐师 就是那种乐团的那个乐师 叫做威廉赫歇尔发现 乐师居然可以发现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威廉赫歇尔本来是德国人 后来落魄的流浪到了英国 快要有一餐没一餐 他就当乐师有一餐没一餐的 结果没想到被当时的英皇乔治三世 欣赏他的那个 然后就是他的演奏 乐师的风范 决定资助他 结果他开始资助他开始有钱了 然后他就开始在自己研制望远镜 结果没想到研制越来越好 他跟他妹妹 他跟他妹妹超喜欢做望远镜的 他把自己的楼线 等于说他自己的地下室 也把它整理成专门在研制望远镜 当时研制的望远镜都是反射式望远镜 小心不要一直提了 这边会晃来晃去 OK 他的望远镜是用反射式望远镜 反射式望远镜通常是一个薄薄的镜片 底下要去镀镀上金或镀上银 OK 那当然以前可能镀金镀银的技术没那么好 而且以前的玻璃没有那么好 以前那个玻璃通常不是玻璃制的 通常是金屬想辦法打磨打磨磨到一個可以聚焦在一個地方的 所以要高熱高溫用一個高熱高溫的鍋爐去想辦法把那個金屬弄成一個固定的形狀 結果有一天你知道嗎 這個威勒克歇爾他們的地下室的鍋爐爆炸 不過還好他們兄妹倆沒有在當場 所以還好沒事 他當時研製的望遠鏡已經非常好了 很多世商名流都覺得能夠擁有這個威勒克歇爾製造的望遠鏡 是一項非常名歸的事情 所以這個威勒克歇爾他在3月13號晚上的時候 居然看到有一個有一顆在那裡隱隱約約在那個地方 以前我的天空上裡面沒有看到有那一顆 怎麼現在有那一顆在 他再多花幾天時間在觀察 發覺那一顆相對於背景的星星 它會移動的 所以他才發現有一顆衛星 不是有一顆衛星 有一顆星星才因為這樣子發現 是人為就是人的 我原本眼睛是看不到 我就必須透過望遠鏡才開始找到天王星 OK 那他表面也是甲烷的成分 但是距離的遠鏡 因為距離在那個地方 光線照到他在反射到我們眼睛裡 我們就會看到他是有一點藍綠色的 OK 他除了氫跟氦還有少量的甲烷 那目前他的自轉軸傾斜90度 他是躺著的 他是這樣子轉的 我們地球是傾斜23.5度 是這樣子轉的 他是傾斜90度 是這樣子轉的 這樣子轉 太陽的 你想想看喔 他這樣子在照太陽 太陽的直射地方就很奇怪 有時候直射他南極 有時候直射他北極 有時候直射他其他維度 很特別 跟我們的認知感受就不太一樣 好 再繼續 下一個 海王星 Naptu Naptu 那我來問一下 請問他希臘神話的名字叫什麼 波塞頓 波塞頓 答對了 這個是羅馬神話的名字叫Naptu 希臘神話的名字叫波塞頓 OK 好 Naptu 這個 其實我們講到什麼 那個像比如說海王星 其實就是天神宗斯的 原本應該算是他的哥哥 然後被他爸爸吃掉 然後天神宗斯再從他爸爸口中想辦法把這些 他以前的哥哥也救回來 就變成天神宗斯的弟弟 好奇怪 好 沒關係 稍微知道就好了 他 又很特別 很抱歉 海王星的發現 不是透過望遠鏡找到的 最早剛開始 不是透過望遠鏡找到 他是 數學算出來的 算到以後 再請天文的人往那個方向去看 果真有 為什麼 先講一下 主要跟前面那一顆天王星有關係 天王星本來這樣子繞得好好的 可是繞到某一區之後 他會有點抖動 然後之後又正常的這樣繞 然後繞到那一區的時候又開始抖動 雖然這時間很長 因為他繞地球很久 會這樣抖動 為什麼會抖動 根據牛頓 萬有引力定律 今天一定是那個地方 有什麼質量的東西 在牽扯他 這個理論就好像一個媽媽本來自己一個人在路上正常走 是可以走得很順 但是他如果牽著一個小孩 再往前走 小孩就會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那媽媽被走了 這樣扯來扯去 那種感覺 所以本來這個天王星 前面的那顆天王星 本來順順的走得很好 結果突然走到某一區 進入了外面海王星的引力範圍 他就稍微有點偏 然後稍微走了一段之後 又比較感受不到海王星的引力了 他又可以正常的走 所以根據當時牛頓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 就開始有人再去計算說 天王星以外 是不是有一個另外一個未知名的行星存在 所以當時大家喜歡算 結果你知道嗎 在1843年的時候 英國有一個研究生 他叫做亞當斯 研究生他就算出來 算出來 感覺那個地方應該有一顆行星 他就把它寫成一件paper 然後拿給當時的英國的天文台台長 某個天文台的台長 他叫尤里拿給他 他就跟那個台長說 那個我有算出哪個地方 那邊應該是有一顆行星在 好 那個台長就還是禮貌心的說 好 謝謝我知道了 我先收下來 然後等到亞當斯走了之後 那個台長尤里台長就把它丟一邊了 天文學家都沒有發現 你研究生怎麼可能發現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台長不以為一 就把它丟旁邊了 過了三年 1846年 法國的另外一個天文學家 Lavier 他也是根據我的女學 算算算 保平座裡面那個位置應該有下一顆行星 他算好之後呢 他就把他的 他算的數據拿給他的好朋友 在馬賽天文台 他就拿給他的好朋友說 你幫我去觀測一下 保平座的某個天區 你幫我仔細看一下 那裡可能有第八顆行星 你幫我看一下 結果他的好朋友 真的在那天晚上 對著他所算的那個區域 觀測出去一看 真的看到第八顆 看到之後呢 法國人就趕快大肆宣揚 說我們發現了第八顆行星 英國跟法國有點死對頭啊 我們裡面有人發現了第七顆行星多厲害啊 然後現在那個什麼 法國人怎麼可以發現第八顆 傳到了英國之後呢 英國的那個天文台台長尤里 才突然想到 對喔 三年前有一個研究生跟我講說 趕快開始翻箱倒櫃 找出來 趕快對外面公布 不對喔 是我們先發現的喔 我們的研究生在1843年就發現了喔 你們比我們晚三年喔 所以應該發現者是我們 可是當時都沒有人發布 你1843年 這時候你再來說 有人發布 那有點不太 我覺得那不太那個 所以當時後來就決定 好了這樣子啦 就算海王星的發現者 是你們兩位好了 本來喔 本來喔 本來海王星的發現者是列 勒威爺 跟那個他的馬賽天文台的那個好朋友 兩個人同時發現了 但是因為這個 英國的尤里台長出來講一講話的時候 喔好吧 發現就算你們兩位發現了 但是你知道嗎 在大概差不多西元兩千年左右的時候 其實正好那時候 海王星又走到了寶坪座的位置了 OK 結果後來事前就開始有人把這些事情拿出來講了 拿出來講之後 後來有人去看這兩個人當時的資料 結果發覺這個勒威爺 他算的位置是真的非常精確 可是這個亞當斯他是研究生 他算出來的位置還有差了很多 不是真正的那顆星真正在那個位置 你知道望遠鏡他的放大倍率是很大的耶 你如果你在你想說透過望遠鏡想看那顆 你只要差一點點的小度數 對不起天空上已經差了十萬八千里 你真的要再透過望遠鏡去找那顆星在哪裡 不容易找耶 所以後來大家還是公認說 第八顆這個Neptu這個海王星發現者 是法國的Lavier 而不是英國人發現的 所以天王星是 剛才講的天王星 是英國人發現的 但是剛才不是講說Euranus是誰 Euranus是天神作詩的爺爺 天神作詩的爺爺 那我們今天我跟你講 我們的中國人發現爺爺犯錯了 不能叫天王星 政權的名稱應該叫天公星 天神的阿公 所以叫天公星才對 那我們吃飯就叫天王星 OK 好 那 而海王星是法國人發現的 而且它是因為筆算出來的結果 而發現它 很特別的 但是呢 這麼大的進照其實是 我們現在有時候抓的照片 常常是在1977年 發射的叫做航海加一號二號 其中二號 航海加二二號有飛到天王星海王星旁邊 所以能夠飛到海王星旁邊 才能夠拍到海王星的 這麼進照的東西 當時就有拍到 它也有像那個木星上面的那種漩渦 那個就是大氣旋 那有的是白色的 有的是黑色的 所以有小白板 小暗板等等 而且它的轉速很快 所以當時有把它命名叫Scooter 結果Scooter後來被我們台灣人拿來取名叫摩托車 蘇克達 就是這個名稱叫Scooter 代表這個摩托車可以騎很快 叫Scooter 但是呢 它有時候會消失 然後有時候又從別的地方又出現了 來有沒有人要解釋 氣旋有時候會消失 有時候又會再出現 請問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在木星當中有講說 木星的大紅班已經維持了四百多年了 它為什麼沒有消失 我那時候有講一個特別原因 而現在海王星 它也有這些大暗班大白班 然後呢 它有時候會消失 有時候又會出現 請問是什麼原因 有人要講講看嗎 好來 答對了 講到重點 有陸地 因為我上次有稍微講過 颱風如果在海洋上 那個氣旋就會一直吸收水分 然後那個颱風就會越來越強 但是一旦經過了台灣的中央山脈 就被台灣的地形給破壞掉 然後可能變成從強台變中台變清台 不錯喔 所以 因為這個暗班 它我說它就是氣旋 或白班是氣旋 它既然會不見 它既然會不見 有時候會從哪一個地方生存呢 那可能代表這個海王星 它不全然是氣體行星 它可能中間是一個踩得到低的陸地 所以科學家是推測 如果把海王星跟前面那個天王星 拉前面一點 拉到這個地球的位置的時候 那就可能可以感受到太陽風的吹拂 那太陽風吹拂 可能把它外面外面的大氣給吹掉了之後 裡面就裸露出一個跟地球一樣的 可以踩得到地的一個地殼出來 因為它的這個氣旋會消失 會出來 會消失 會出來 就一定是碰到陸地了 然後或者是沒有碰到陸地的時候 就一直增強 就這樣子 OK 所以不錯喔 是科學家就要從這些東西 要去想辦法 因為沒辦法進去裡面探測 那就只能用這樣的推測方式來推測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當然本來下一刻要介紹到了林王星了 好 但是這裡還可以看一下 林王星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這之前很早前問過了 請問林王星是西元幾年被降級的 答對了 2006年很不錯 那為什麼降級 其實有很多 其實說實在也有一些政治因素 因為 因為林王星是美國人發現 很多人對美國人有點反感 那英國人也會覺得說 你美國是從我英國分出去的 因為我從這個 從那個什麼 有一些人 因為開始航海時代了 今天 有一些英國人 開始想辦法 航海到了 發現了新大陸 到了 到了這個美國 所以你這些美國人應該算是 因為我英國人分出去了 而且靖國才200多年而已 然後就可以現在這麼強大 還想當世界警察 所以 這個 很多國家對他不熟 所以 第九顆行星 叫做 本來原定的 就是被命名為第九顆行星的 冥王星 是美國人發現的 但是事實上 我跟你講 後面其實本來還好啦 他雖然有點 到底算不算行星 有點站在非常危險的邊緣 還勉強還可以成他第九顆行星 可是後來 第十顆 第十一顆 第十二顆 都想說 我要成為 這個 第十顆 第十一顆 第十二顆行星 這三顆都是美國人發現的 其他國家看不過去 你發現了 第九顆 第十顆 第十一顆 第十二顆 為什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 都掛你的名字 就有點不爽了 但是呢 當然 原先 不爽的原因 不是因為政治因素 而是他真的 那個 冥王星走的軌道 是有點奇怪 等一下會稍微解釋 然後 所以今天 其他後來想辦法 要把連同第九顆都給打下來 還有原本想要一直升上來的第十顆 第十一顆 第十二顆 這幾顆要等 要連同把它打下來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說法 就像以前古代 要戰爭之前 我要去攻打哪一國 一定要逝師 而且一定要講明 我為什麼要攻打他 要講得讓人家 人民心服口服重 對我們的天命就是要去打敗他 有沒有 就是要 要名正言順 這也是一樣 我今天要把你第九顆拉下來 連同第十顆 第十一顆 第十二都給你壓住 你不要跟我上來 我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說法 我想要讓你心服口服 然後讓其他人說 對沒錯 就是你不可以上來 要這樣子 所以 2006年 為了把冥王星給壓下來 後來 創造出這些定義出來 他認為 你要成為行星 可以 請達成這三個條件 第一 你要繞著恒星轉 冥王星趕快跳出來說 我就是繞著太陽轉 好 沒關係 慢慢來 自身重力 與鋼體結構維持平衡 好 這什麼意思 講白話一點 就是 你要是一顆圓球鑽 你不可以是那個 歪七扭八 像狗骨頭 歪七扭八的 像地球是圓的 月球是圓的 這樣比較屬於圓球體的 才可以當行星 等一下 冥王星又跳出來了 我也是圓球體 我也是圓球體 OK 好 其他的 你看這些天文委員 他們說 好沒關係不急不急 第三條 能清除軌道附近的屋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來 不是說把周圍解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地球跟月球 地球跟月球 月球其實還滿大顆的 在所有衛星裡頭也算是滿大顆的 那地球跟月球 它是什麼關係呢 到底是月球繞地球轉 還是地球繞月球轉 你們絕對都說 當然 是月球繞地球轉 為什麼 我要講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說我現在拿這支麥克風 我拿這支麥克風旋轉 請問你覺得是麥克風繞著我轉 還是我繞著麥克風轉 你覺得毫無疑問 是麥克風繞著我轉嗎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繞著 我是繞著麥克風轉 我應該是這樣子 麥克風固定在設 然後我這樣繞著它 我還要閃過 我才是繞著它轉 對不對 那這樣子繞著 麥克風繞著我轉的定義是 就是麥克風它的質量 跟我的質量中間的一個連線 我們的旋轉中心在我體內 我的旋轉中心在我體內 所以這時候這樣子轉 等於說我一個 我在有一個支點穿過我中心 我就固定不動 然後其他的 就是外面的東西繞著我轉 這時候 月球是真的繞我轉 那各位 各位有看過鐵達尼號嗎 那個電影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到底各位 很多人沒看過 有人有看過的 你應該看到其中有一幕 那個男主角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Jack 女主角叫Rose 對不對 男女主角 在那個 那個 那個 比較下昌的 下昌的位置 在那舉辦舞會的時候 那那個Jack 不是拉著 Rose的手 然後兩個人 就開始繞圈圈 誰繞誰 我跟你講 他們都不是繞皮尺 而是繞 因為他們兩個的體重 差不會到太多 假設男生是70公斤 女生可能是60公斤 或50公斤 差也差這樣 所以他們是繞著他們中間的一個叫做質量中心旋轉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畫個圖給各位看 比如說 Rose比較小 然後Jack 稍微大一點點 質量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兩個親著手 他們 的質量中心 應該在他們兩個的中間 而且偏Jack多一點點 假設在這一點 那 Jack 他繞著質量中心 這樣子轉 而Rose 也是繞著質量中心 但是他繞得比較外圈 兩個人都是繞質量中心 而不是Jack繞Rose 也不是Rose繞Jack 所以 他們誰是主 誰是從 沒有 沒有明確的關係 所以 像比如說我們地球跟月球 在兩個互繞的當中 兩個都有質量 但是地球的質量大多了 所以今天月球跟地球在旋轉的時候 是繞這兩個質量中間的質量中心在做旋轉 可是這個質量中心在地球裡面 那就感覺地球沒有在繞誰轉 而月球是繞著地球轉 那但是呢 冥王星 他的有一顆衛星 叫Cheron 他的質量 幾乎是冥王星的一半 等於說只差兩倍而已喔 只差兩倍而已喔 以至於他們的繞的質量中心 已經不在冥王星裡頭了 就像剛才Jack跟Rose一樣 他繞的質量中心已經在兩顆的外面了 那誰是主 誰是蟲 不知道了 所以他認為 我對不起 你這一條我要把你打敗 我要把你壓下去 因為你自己都不能當主了 你的那個衛星啊 你的衛星感覺都也 也不是真正讓你在轉 所以你根本沒有真正 因為喔 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說 你不能負責清除這個 你周圍的喜的東西啊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最具爭議的也是這一點 我們下個禮拜 專程來為冥王星 講一講他說別的故事 OK 幫我按一下 謝謝